小版第四部 零零旗帜霹零蛋 幽灵党的六号人物是个女装大佬 电影开场就被帮的干掉 然后轻而易举的利用飞行器逃走 在幽灵党召开的年度财务大会上 老大发现今天的收成不是很好 而且竟然还有内部人中饱私囊 二话不说当场干掉 为了扩大组织的收入来源 二号人物独眼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是偷取北约组织的两枚核弹 然后分别勒索美国2亿8千万美元 勒索英国1亿英镑 否则就会炸毁这两个国家的重要城市 老大看老二这么能干 愉快地通过了这个方案 为了能顺利拿到核弹 多远哥提前两年盯上了一个北约上校 熟悉他的一举一动后 找人按照他的样子做整容 然后在疗养所安排美女伺候他 趁上校不注意的时候开枪打死 然后偷梁换住 假上校觉得自己付出的代价太大 想临时加钱 美女无奈之下只能答应 此时的邦德因为和女装大佬搏斗的时候受伤 也在疗养所养伤 期间还不忘调戏这里的小护士 无意间发现了那个上校的尸体 另一边 假上要按计划执行任务 堵死军机上的士兵后 把飞机成功迫降在了巴哈马附近的海底 多远哥看计划成功 为了省预算 想都没想干掉了假上校 这就是临时加加的后果 然后卸下军机上的两枚核弹 用私人船只带走 为了防止军机被发现 特地让人盖上了一层伪装网 多远哥还花重金 雇佣了一个核物理学家 让他制作核弹启动装置 英国政府受到勒索信后 召开紧急会议商量解决的办法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要么找回核弹 要么乖乖的付款 呃 这不废话吗 和没开会有什么区别 邦德看到 负责开飞机的上校 就是昨天他见到的那个死人 看来这件事背后一定不简单 M先生打算派邦德 到加拿大附近调查 这时候 邦德突然看到上校妹妹的照片 觉得我可以 立马申请到巴哈马附近调查 因为上校的妹妹就在那里 走出办公室后 邦德准备和女秘书签班尼 温存一下 不巧再次被M发现 及时制止 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 邦德刚来的巴哈马 就在女助手的帮助下 找到了上校妹妹 看她被岩石卡住 急忙上前施救 然后借口自己的船坏掉 乘坐她的船上岸 好小不巧 刚好遇到了独眼哥 原来上校的妹妹 竟是独眼哥的情妇 邦德发挥自己的高潮赌计 连胜独眼哥几把 独眼哥为了晚尊 表示今天一定要饮沟本再走 邦德则及时收手 邀请他的情妇一起跳舞 独眼哥为了表现男子汉的大度 只能同意 可是见邦德跳舞的时候 动手动脚 突然觉得自己头上 好像多了什么东西 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 于是派出杀手 打算干掉邦德 不料被邦德轻松制服 独眼哥看刺杀失败 更是恼怒 把杀手当场为了鲨鱼 邦德从种种迹象猜测 这个独眼哥可能就是核弹失踪的元凶 便找到中天局的人过来协助 Q波士照例给他送来了大批高科技装备 有应急呼吸装置 胶囊跟踪器 水下照相机 以及可以探测核辐射的手表等等 一切准备就绪后 邦德潜入水下 先查看独眼哥的私人游船 在船底进而发现了一个舱门 看来是专门为投影东西设计的 可万万没想到 船底已经安有摄像头 邦德的行踪完全暴露 独眼哥立刻派出杀手戒杀 邦德急中生智 玩了一把金钱脱鞘游到岸上 此时正好遇到了一个美女司机 主动要求带他回酒店 女司机一路风驰电车 邦德虽然平时开车也很快 但在他面前也甘拜下风 这个女司机其实也是幽灵党成员 目的是接近邦德获取他们的信息 并筹机会干掉他 邦德通过独眼哥船底的舱门猜测 他们的行动全部是在水下完成的 因此下一步就是深入船舱调查 为了便宇潜入 让这里的电力部门配合 晚上给整个小岛断电 邦德则趁黑进入船舱 可搜了一大圈 连核弹的影子都没有 这时候 突然看到自己的女助手 竟然死在了这里 看来自己身边被安插了卧底 正在此时 独眼哥让人启动发电机 发现邦德的踪迹后 众人一起合围 把邦德关进了鲨鱼池 眼见一条鲨鱼游过来 邦德眼睛手快 杀死一个杀手吸引鲨鱼 自己则利用应急呼吸装置 从鲨鱼洞逃走 刚回到酒店 就发现女助手房间住的 竟是接自己回来的那个美女 可见她就是卧底 邦德看她颇有几分姿色 并没有立刻拆穿 此时美女正在洗澡 看邦德走进来 便让她给自己递衣服 邦德很绅士地递过去了一双鞋 接下来 两人懒得说废话 直奔主题 太阳升起后 邦德本打算翻脸不认人 正要拔枪的时候 没想到被美女抢先一步 邦德就这样被抓 在押送的车上 邦德趁美女点烟的时机 打破酒瓶趁乱逃走 溜进了当地的一个舞会上 不料还是被美女杀手追上 由于现场人员众多 美女杀手打算和她一起跳舞 然后让手下伺机偷袭 危急时刻 邦德想都没想 把美女杀手推过去挡枪子 逃过一劫 眼看离邮轮党设置的最后期限不远 英国政府这边打算认怂 按要求提前准门好了勒索金 时间极为紧迫 邦德根据之前的种种线索 仔细搜查附近海域 果然发现了那架军机 还有死去的假上校 邦德趁独眼哥不在的时机 约出上校的妹妹 告诉她实寝 上校妹妹如晴天霹雳 自己居然和杀死哥哥的凶手 同床共挣了这么久 二话不说 对邦德头怀送抱 还说出了独眼哥的一个秘密基地 邦德才想 那两颗核弹肯定就藏在那里 随后吞下追踪器 一路尾随独眼哥他们 果不其然 不仅查到了两枚核弹的下落 还知道了他们逃放的具体地点 不想这时候行动暴露 邦德无奈之下 只能提前辅助水面 同伴看到这种信号 赶忙过来施救 独眼哥一眼看出 是情妇背叛的自己 本打算好好折磨他一番 但目前还是引爆核弹重要 只好等回来之后算账 邦德根据获取的情报 通知附近的美军半路拦截 双方在海底一番激战 独眼哥的水艇带有很多武器 把美军打得落滑流水 这时候还得英国人出手拯救他们 立即带上装备投入战斗 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 扭转了整个战局 独眼哥一眼看出 暂时干不过邦德 赶紧登船逃走 邦德则独自闯入船舱 一个人包围了整个船上的人 把他们挨个打趴在地 独眼哥无意间捡到一把枪 瞄准邦德 正要说出反派经典台词的时候 被轻浮一个被刺 当场去世 原来是核物理学家良心发现 临时反水 不仅更换了引帽装置 还趁机救出了上校的妹妹 眼看船体即将触礁 三人急忙跳船逃生 此时核物理学家不知所踪 邦德带着美女 顺利爬到了救生艇 两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直到下一步 他使用了救生艇